大家好,我是铁头 今天准备了一个鱿鱼和几只虾 来做一道鲜味包 我们先来把鱿鱼处理一下 把鱿鱼的外鱼去掉 内骨也去掉 把它处理好 处理好的鱿鱼,把它铺开 里面也要把它铺干净 我们来把它打一下刀花 大家记得鱿鱼打刀花是里面那一边来打的 不要搞粗了,要不然不卷 然后把它切小块 锅中烧开水,加上点料酒 我们来把鱿鱼和鲜虾焯一下水 鱿鱼放进去烫10秒钟左右,捞出 接着把虾放进去 也是稍微烫一下就捞出 焯好水的虾,我们把虾可虾头去掉 也是稍微烫一下就捞出 不好的虾和油移放一边备用 准备一把小鲜菇,把老根去掉 清洗一下 洗好放一边沥干水分 准备一点姜蒜末和洋葱 锅中下油 把油烧热 准备几块豆腐把它切薄片 然后放入锅中煎一下 然后放入锅中煎一下 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 一面煎好,反面把它另外一面煎一下 把豆腐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转到砂锅 碗中加半碗清水 加入一勺白糖 适量的盐 生抽 蚝油 把它搅拌均匀备用 然后再加入勺淀粉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煎豆腐的油留在锅中加热 然后倒入姜蒜末 洋葱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鱿鱼和虾 炒鲜菇 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加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把它煮开 煮开后把它转到砂锅 再加上几块红椒 盖上锅盖 调中火煲5分钟 煮开 好了时间到了 撒上点葱罐 关火 可以开吃了 这道鲜虾油鱼豆腐包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汤汁鲜美营养好吃 嗯 今天我们会 Answered